三加十一會議紀錄到現在不知道有沒有看見 疫苗採購的失職到現在有沒有道歉 這兩件事情才是疫情的來源 台北在疫情承擔我們是最大的受害的 那他給副總統這樣的資訊 如果我們的副總統講話都是台北市開始 聽到說他要再去研究是不是台北的意義 那就等他研究完再來當市長吧 就是有關於說昨天那個賴清德的部分 然後昨天市長講說他十位手前會道歉 但是看起來並沒有 那昨天陳時中在針對這件事情中 他解釋說台灣的疫情其實都境外移入 那還有民進黨的前發言人 有講在聯繫上發文說 其實如果從頭到尾看賴清德講話 其實不會不舒服 他不是一種扭曲 他只是說要借機會跟大家說辛苦 你怎麼看這整個綠營的會議 大家還記得講到萬華市破口的時候 整個雨期的反應 三加十一會議紀錄到現在不知道沒看見 疫苗採購的失職到現在沒道歉 這兩件事情才是疫情的來源 一個開放邊境一個疫苗採購 造成整個萬華市破口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台北人沒有忘記 第二個我昨天講了 如果是中央指揮官對於疫情的來源應該非常的清楚 那他給副總統這樣的資訊 或者是說副總統自己誤會了 那副總統要對台北人說一些話吧 怎麼會是變成台北人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每一次講到這個我都沒有辦法接受 台北在疫情承擔我們是最大的受害人 因為我們是都會 我們所有的人都會到台北來 你可以看到上一次的那個案子是 先從很多什麼宜蘭開始 然後才有獅子王 然後全國去 全國到處去禁鄉 所以最後才到了萬華 也就是說他前面不是現在萬華 第二個就算是在萬華或其他的縣市 他也絕不是這些縣市的問題 如果我們的副總統講話都是台北市開始 我聽到說他要再去研究是不是台北 原因是什麼他去研究 那就等他研究完再來當市長吧